今日在北韓勞動黨建黨75週年 南韓預計北韓會舉行大型閱兵 展示新武器 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向北韓領袖金正恩發賀電 習近平說近年多次會見金正恩 就鞏固發展兩黨、兩國關係 達成多項重要共識 引領中朝關係獻開新歷史篇章 兩國是山水相連的友好倫邦 同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 傳統友誼值得配家珍惜 當前世界大變局與疫情交織 國際與地區形勢複雜深刻演變 中國願意與北韓一起維護、鞏固 和發展好中朝關係 推動兩國社會主義事業行穩事遠 更好造福兩國和人民 為實現地區和平、穩定及發展繁榮 作出新的積極貢獻 雜も打過去、穩定於 均在